比如說我這個移除啦 如果你要這個假如要刪掉就按右鍵移除它對不對 然後問你要不要匯除不要 那比如說我們預設的像你們是應該假設又是空的 所以這邊的話就沒有一個所謂的錶單的東西了 那如果說你要跟我一樣的話 其實將來我除了把程式碼放上去之外 這邊還有一個Phone有沒有 F-R-M嘛 你們以後也可以比如說你的錶單要給別人用 然後電腦裡面沒有這東西 你可以把它丟上去兩個檔 匯出有沒有 這個地方如果說你今天像我的錶 當然給你們用什麼按右鍵 不是有個匯出 那匯出之後它會有兩個檔 我就把它丟到雲端上 那如果說假如你們要匯入的話 就把這個檔 記得是要兩個檔一起下載 你不能只有一個 一個就匯不進來了 然後它就下載下來之後 一個 然後把它關閉 右上角這一個 再下載一個 這兩個一起下載之後的話 如果你本來沒有錶單 或者你剛剛沒有做完成 或者你動作鎖小 怎麼樣慢的同學 你就是直接到這邊 對不對 把這個路徑記一下 按右鍵編輯一下 就是這個路徑對不對 就download裡面 然後我們直接到這邊 本來沒有對不對 如果你剛剛不要重頭做,你要賄賂了可不可以?也可以啦 所以賄賂,像有些比較複雜的表單,其實像你甚至可以分工 比如以後的一個專門,有人是專門幫你做表單的 然後你就做完叫它丟給你,你就把它下載下來 它會出現FRM,記得雖然出現一個,實際上裡面有關聯到兩個 你不能說我只下載一個,不行,一定要兩個一起,按開啟 這個時候有發生什麼作用嗎?表單出來了,有沒有看到? 這邊有個加號,展開來,F Home打開,看到了,有沒有 而且程式也跟著進來了,程式也在裡面 不過應該...OK,好,這樣應該了解吧 再來的話,我們來看一下裡面的需求,就是說 做完我們下一階段就是說,我們要能夠完成什麼樣的動作 我希望做完表單之後,它主要的目的是可以直接執行它 然後當我輸入某某人的名字,之後它可以做什麼呢? 可以身高填上去,你就問會員說,你身高多少?你的體重多少?你是男生還女生? 因為有些看不出來了 OK,然後按確定之後的話,它可以怎麼樣呢?幫我把這裡面的結果 有沒有,它會先計算出來,標準體重對不對? 再來把這邊的資料,五個資料,一起丟到這邊來,按確定 錯,因為我這邊露了一個標準體重 因為這邊會關聯到有一個標準體重有沒有 那因為我這一個裡面,少了那個模組 我把它加一下OK,因為這個是空的 那比如說我們剛剛的程式,這邊有一個標準體重函數 必須要可以再去從什麼呢?從表單裡面再去把它抓過來 所以這邊一定要有一個標準體重函數 那我在執行它的時候,我看一下 有沒有,這個地方會用到 因為我第一件事要做什麼?計算出標準體重 那計算出標準體重最簡單的方法,程式不要重寫 直接怎麼樣?拿剛剛不是有制定一個函數 那在表單裡面可不可以存取剛剛的制定函數呢? 當然可以啊,不是說只有在插入函數可以用 你在表單裡面也可以用啊,OK 然後我們來試一下,這樣應該OK的 直接再run一下,比如說我就打一個某某人 然後身高多少,他的體重多少 那第一步我要怎麼樣呢?把這個結果算出來 然後再怎麼樣呢?再輸出到這邊來 按確定一下,看一下 看一下這個 SHIP加F2 我這裡面好像還沒寫完 把這個地方 標準體重 另外乾脆從雲端上摳好了 這個標準體重函數 這一個 身高體重 第二個 第二個這一個才對 OK 這一個 但是名稱的話 可能要稍微再改一下 因為這個 反正那邊叫什麼名稱 這邊就要叫什麼名稱 然後 傳過來應該 因為我呼叫的時候有沒有 呼叫 這個按鈕的時候 呼叫一個兩個 然後 因為我這邊好像有改過了 所以等一下你們可能也會發生類似的狀況 那這邊 那這邊 一樣是這一個 標準體重 他這個地方 也是一樣 標準體重函數 不是二 或者你前面改也可以 改前面改 後面都一樣 那呼叫到他 他一樣會傳兩個東西給我們 那一樣會計算出來 再返還給他自己 這樣應該 RUN起來應該沒問題 所以 這個地方 大概讓大家 大家知道一下 某某某 可以RUN就可以了 不過你會發現 這個 OK 好 確定 OK 好 做完了 需求是這樣子 有沒有 那我們可以把這個做出來 第一步先做出結果 第二步 再把這邊的結果 寫入到這邊來 OK 那下一次 當然如果說 你這邊有個清除 清除不是清除這裡 是清除這邊的舊資料 所以按這樣 當然你也可以確定的時候 其實同時清除也可以 我只是這邊邏輯是這樣子 好 那當然一樣 你再下一個 比如說歪歪歪的 他一樣怎麼樣 他可以 自動去抓到 這邊是最下面一列哪裡 就把它寫到他的下面一列 然後你一樣可以 按確定 有沒有 又一個 一個一個一個 不是一筆一筆往下 這感覺其實實際上就是有一個介面 加一個資料庫 資料庫實際上是用Esser當資料庫 OK 所以請各位 先完成到這邊 賄賂的部分 那如果你已經做完 你就不要再賄賂 我只是先教各位 如果你的還沒完成的話 那第二個是說 你們剛剛的那個 做完之後 還要重新再給他一個名稱 特別注意 名稱 我們這個叫 mya myb cd e 反正就是按照順序 那上面的名稱 一定要變更 這個叫b1 b2 大概邏輯 那為什麼要變更呢 因為等一下程式要抓裡面的值 比如說使用者輸入什麼值 那我也要把它放到這邊來的話 我要知道這裡面放什麼嗎 那一定要從哪邊去抓呢 一定要從它的name去抓 特別注意喔 所以你這個地方的話 請你用按照順序 a 就是買ab 一直到e 然後這個是b1 好了 我大概的邏輯是這樣 這個是b2 意思類推 這樣比較簡單一些些 OK 試一下好了 把畫面再還給各位 所以 表單當然你也可以分工合作 以後如果說 你希望表單給某個人做 然後做完之後 要丟給你的話 那你就是用匯入的方式 就可以完成了 那再來特別注意 第二個就是說 你要執行這個表單的時候 要先檢查一下名稱是否正確 因為名稱如果你沒有修改過 他原來的名稱很長一串 比如叫什麼textbox1 按鈕叫什麼command button1 command button2 那名稱太長 所以一般的話 我們會把那個名稱重新命名 用一個比較簡短的 或者是比較有意義的名稱 那我這邊因為為了方便 我用買a買b一直到e 那修改完之後的話 等一下我們再來看 當我按下確定按下清除 如何可以把我們剛剛所要寫入到 表單的資料怎麼樣再寫到excel裡面 那這個部分的話 就是把excel當成資料庫來用 其實這一招就蠻好用的 也就是以後如果你有大量的資料 要讓你的其他的同事或者客戶 或者是其他前端業務人員 輸入的時候 你為了怕說 其實你會發現很多人真的 以色列不在 好像都亂給你輸入 那你就可以給他一個表單 那他就會幫你輸入證據 當然啟動表單也是一個 等一下還會再講說 可是問題你要怎麼把表單叫出來 什麼時機可以叫出這個表單 可以用按按鈕的方式 或者是說用什麼呢 最好是以色列打開我的表單自動就把它打開就好了 這樣會更好更及時 不然這個使用者有時候 他根本也搞不清楚說這個這個 你這個表單在哪裡 你要怎麼把它打開 那怎麼做 請各位先把剛剛的部分先完成 那等一下我們再來看後續的這些動作